女人最窩心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这个窩心的故事 是发生在我身上的 是一个以乡的故事 我认为2002年刚刚在香港移民去上海 我刚刚搬上海的时候真的人生路不熟 又没有什么朋友 什么都没有 其实是挺彷徨的 刚刚整好家里搬进去 当然觉得终于可以安定下来 搬了去大概一个月左右 突然间一天就发觉 晚上睡睡觉 突然间我身上很痕 然后我就开灯在看 为什么会这么痕 有东西咬我 然后发觉全床都是虫 那一刻我很害怕 因为没有人在我身边 只有我和女儿 基本上我和上海很不熟 不知道我怎么办 地上又是周围都很害怕 我打了电话给我一个伯母 她在上海住 她小时看着我长大 我打给她 我现在说我伯母很害怕 全屋都是虫 我又不拿着衣服 我也不知道衣服有没有虫 现在不知道怎么办 我只是拿起纹包 就向外面跑 带着女儿 那我就找了一间宾馆 就立即搬进去 我打给我伯母 我伯母说 她现在立即过来 我很害怕 那时候我心很害怕 因为第一 家里很乱 第二又没有什么人在 又没有人帮到我 小朋友又小 当时我真的 心很不舒服 我伯母一来到 我见到她 其实我已经忍不住 眼泪是这样流 那她就带了一锅的 糯米粥 还有拿了一些日常用品 带了一些衣服 我当时已经是两点半 半夜两点多了 那她一坐下 她没有说什么 就补了粥 拿了一些东西给我 叫我说 你吃点东西 不要这么担心 当你去到那个地方 什么人都没有 有个亲人 会帮你 这么疼我 那一刻我是觉得很窩心 一路吃着粥 我是停不住 这样一路哭